大家好 我們是來自新穎的新國中選 那我們這一次呢 是以 綠野仙鐘的故事來代表我們這次的主題 我們的主題介紹的第一關呢 是意外的旅程 就是陶勒斯在家中意外被龍捲風吹走 以及他們在路上遇到機器人的過程 那第二關呢是獵殺女巫 就是他們在路上打敗了很多的敵人 以及他們共同努力打敗惡女巫的過程 那第三關就是他們回到了奧茲國領賞 領取他們每個人自己想要的東西的過程 那最後一關當然就是凱旋龍龜 陶勒斯也回到了他最想要的最溫暖的家 第一關現在是進行到了工靈電阻被遮住的過程 第二關這裡是有一個碳酸氫納的瓶蓋 然後它被硫酸澆到之後重量會減輕 那這裡槓桿的球已經看到了 那是一連串的槓桿裝置 然後拉動針刺的裝置 這邊是水加到電池會產生乙缺 膨大 膨脹 那接下來這裡的裝置是 就是大象牙膏 那氣泡會慢慢的流上水管 然後它往上衝之後會熔斷上面車子的衛生紙袋 那車子就會往下滑 刺破那個鹽酸水球 應該快 好棒喔 真的很成功 然後接下來這裡的棚沙會倒入澆水容易 這也撞到了 是因為目前我們看到這畫面是要嗎 是 有啊有啊動了 它動了 動了動了 它動了 那進到最後一關囉 對 進到最後一關了 那球 它現在在下面發射磁力砲 那個磁力砲好像水管沒有對準 沒關係 沒有問題 其實很不錯啦 對 好 哇 結束了 非常流暢 有啊動了 貪圖 想說 我一定覆傲 打得很輕鬆